不过Alex也不是吃素的 两炮火箭弹只是一点轻伤 就是看上去惨了点而已 激怒了他 等着玩吧 嗯 这又是什么东西 趁着Alex被击倒的功夫 从联邦人群中窜出一名玩家 他手里拿着一个大型麻醉枪 向Alex快速冲上去 十几根针头狠狠刺入Alex的几位 卧槽 卧槽 麻醉枪 那玩意儿会对丧尸有用 不对 联邦玩家使用的多半是特殊药剂 可以暂时控制住Alex 野心挺大的 居然还想要抓活的 阿呆用望远镜继续观察 不过没那么简单吧 受到之前火箭弹爆炸声吸引 小镇内的丧尸群蜂拥而至 朝着联邦玩家的 其中甚至还有不少一伙丧尸 联邦的玩家的见状 立即都下陷入昏迷状态的Alex 什么鬼 这就跑了 这又是什么操作 这波操作可把阿呆给争猛了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 怎么一下子就跑了 阿呆知道Alex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看起来他现在伤势严重 但只要给他小半个小时 就能完全恢复 他好像昏迷了 要不要过去补刀 阿呆一瞬间又生起了一股贪念 贪 贪个屁 想什么呢 现在自己有什么资本去补刀 万一他忽然醒了怎么办 很安稳稳的活着不好吗 收起望远镜 回头继续考证 阿呆觉得之前联邦逃得这么快 这里面多半有坑 早点下线休息 黄鸣游戏公司内部 阿呆从游戏舱里爬出来 他琢磨着今晚是去别墅宿舍 还是干脆在休息室里将就一下 正巧 三组的内部会议刚刚结束 员工们纷纷从会议室里面走了出来 联邦真是有钱 大手笔 呵呵 大手笔归大手笔 可这活儿有钱也没人敢接 换你你行吗 别搞笑了 毕竟是四阶的丧尸 谁有这能力 希望镇那边的资源点可要倒大霉了 你有朋友在那里吗 让他赶紧溜 他们好像在说希望镇的事情 阿呆走过去 想拦住一两个人打听打听 会议室内的沈青见到路过的阿呆 便在到门口 阿呆 阿呆 你来了 正好 接来聊几句 阿呆走进会议室 他注意到看到沈青正面前的桌子上 摊着好几份的文件 其中一张照片上 赫然是Alex的影像 来坐下说 阿呆坐到沈青对面 你们刚刚在讨论什么 是有关希望镇的任务 我能知道吗 巧你说的 又不是什么机密 不久前 联邦刚刚对外发布了紧急合作的通告 大概内容就是希望镇内出现了强大的四阶异化丧尸 预计四阶异化丧尸会对联邦仓库临时资源点造成极大破坏 联邦不久前刚刚中创了异化丧尸 并且在他体内注入抗病毒剂时期 暂时陷入昏迷 这种昏迷状态异常不稳定 一遍体受到外界刺激就会立即苏醒 除此之外 联邦认为Alex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预计明天中午 他就会完全恢复最佳状态并且醒来 玩的呀 你们对Alex还是不够了解 他只是轻伤 被火箭炮打猛了才会被联邦偷袭陷入昏迷 而且以Alex的自我修复能力 他早就已经恢复最佳状态了 目前联邦已经向个大合作的游戏公司发出邀请 招募有能力对付四阶异化丧尸的玩家 如果可以消灭Alex 联邦可以提供丰厚的奖励 一听到奖励 阿呆顿时来了兴趣 什么奖励 500点主神积分 还有联邦声称异化丧尸在低温环境下后会进入休眠 如果有办法把他保持休眠状态从小镇里带出来交给联邦 他们会额外支付500主神积分 足足500点主神积分 弄到火体更是足足有1000点的奖励 财大气粗的联邦 我记得主神积分的交易是有上限的吧 一个月的交易上限是当前玩家等级的20倍 的确是有这个限制 不过我们可以事先让联邦使用主神积分兑换游戏中的实物物资 然后在游戏中将实物物资交易给我们 的确 这也是一个绕过游戏设置的交易方式 我这不是个家财 我给了家财